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喝醉了 他就 我那天就送他回家 然後我再自己回去 應該的 送上去之後呢 我就想說鑰匙這樣打開 然後把它扶進去 然後他在床上睡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拿個衛生紙 幫他擦一下嘴巴好了 然後一把衛生紙抽起來 就飛出來一隻蟑螂 天啊 我的水 我的天啊 從來飛出來之後 我就想什麼東西 後來我就 反正就是幫他蓋棉被嘛 然後棉被一掀開 然後要蓋上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這個事情呢 我隔天就在計畫怎麼分手 蛙畫現象 什麼是蛙畫現象呢 很多人不太知道 我解釋一下 蛙畫現象是日本2023年 上半年的Z世代用語 青蛙王子的這個故事 聽過吧 對不對 公主親了那個 青蛙之後 變成帥帥的王子是不是 就是一個一起 從此快樂的生活 但娃畫現象不一樣 他是反過來的 本來是王子 你跟他在一起之後 變青蛙 變青蛙 天啊 好衰 怎麼會這樣 想問小玉哥 就是你有沒有曾經 另外一半做什麼事情 然後導致說 你想要跟他分手 瞬間讓你忍掉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 那時候在跟一個女生在交往 已經交往了 已經交往了 交往期間呢 其實在這個中間 其實我都沒有去過他家 因為他自己有租一個房子 那正常來講 就是我們約會嘛 然後約會完各自回家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喝醉了 他就 我那天就送他回家 然後我再自己回去 應該的 送上去之後呢 我就想說 鑰匙這樣打開 然後把它扶進去 然後他在床上睡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拿個衛生紙 幫他擦一下 嘴巴好了 然後一把衛生紙抽起來 就飛出來一隻蟑螂 天啊 我不行 我會看 從他飛出來之後 我就想什麼東西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先不要管障 後面是他的寵物啊 是 真的假的 還有很多 很多隻 重點是 你這樣 其實一打開他的門 你就會發現 有很重的臭味 那個臭味是屍味喔 是狗狗的屍 打開他 屍尿 對 他把他的小狗 養在籠子裡面 他的下面 籠子下面就是他的托盤 然後他都沒有去清他 已經擠了那種 可能超級多 半個月的那種 那不行啦 都在小粒小粒的屍 在那個下面 好 那我就想要放進去 然後說我要趕快走 因為他好臭 對 後來我就反正 就是幫他蓋棉被嘛 然後棉被一掀開 然後要蓋上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現在旁邊有人 旁邊 不是啦 旁邊全部都是蟑螂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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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女生怎麼可能 可是這去在交往 在外面的時候 她是 光鮮亮麗 所有事情 漂漂漂 頭髮漂漂漂漂 臉也漂漂漂 香香的這樣 就是米妮語講的 人水水泰哥鬼啦 就那個意思 我也不想要多說什麼 但是就是這些蟑螂一直在竄 其實我自己也很害怕 因為真的太多了 要挖化 要挖化 所以後來就分手了嗎 後來就分手了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事情呢 我隔天就在計畫怎麼分手 因為分手不是一件就是 分手是需要練習的 對 需要一些鋪陳的 需要一些腦子裡面 準備一下